HELLO 我是國防部 歡迎來到海峽兩岸對戰分析的系列影片 今天要來討論的是國共空軍戰 由小熊維尼對上空心菜 OK謝謝我們的國防部 但畢竟這是一個籃球頻道 所以我們今天輕鬆聊就好不要太嚴肅 公路隊的問題已經被鄉民們討論到爛掉 基本上有兩個字可以形容 那就是單調 以成退防守為基礎 藉由攻防轉換時所產生的時間差 發動快攻或早攻 在半場進攻上 由志姆哥和Middleton在持球時發動進攻 反正就是拉開來打 了不起偶爾搭配一下擋拆或是低位單打 這樣的操作方式不僅簡單使用 投資也能徹底發揮出公路隊在陣容上的優勢 這也就是為什麼公路在正規賽時 不論是戰績或是數據都刷得非常漂亮 但問題是一到了季後賽 比賽節奏普遍會被放慢 尤其是當對手針對公路的特性做出策略上的改變後 Bunhauser就是雙手一攤完全拿不出任何對策 只要守住持球的志姆哥也就等於守住了公路整體的進攻 針對成退防守所遠撐出的問題 Bunhauser做出的唯一改變就是讓中風手的更出來一點 然而之所以一開始在體系上採取drop 就是因為Lopez很像移動完全不行 換句話說要他站出來就是任人宰割 關於這點我想各位都已經有了深刻的了解 所以我也就不再贅述 在提出解套方案前 讓我們先來了解一下熱火的進攻體系 之前我在聰明哥的影片中就曾提到面對擋拆 NBA的防守策略大致上可以分為兩種 也就是drop和switch 而熱火隊之所以那麼難防 在於他同時擁有兩種不同的進攻方式 分別針對drop和switch 遇到成退防守時 熱火有Duncan Robinson、Tyler Hero、Kali Olynyk等球員 圍繞著Ben Adebayo 利用守地守傳球來射爆習慣停留在禁區的中風 這是一種百搭的戰術 在操作和執行方面也非常簡單 因此不論比賽節奏快或慢 他都可以發揮一定的作用 當防守方把注意力都擺在射手的跑位接球時 他可以延伸出各種不同的空切 同時持球者也可以選擇做出Keep的動作 這裡指的不是手槍戰術裡的那個Keep 而是持球者利用內線的空虛切入籃架的動作 當然沒有任何一種戰術是無敵的 一旦熱火的外線失去準度 或是對手積極的採取換防時 這個戰術的影響力也會相對降低 此時熱火可以靠擋拆所產生的錯位 讓Jimmy Butler和Gorand Dragic自行單打 不要誤會我並沒有要神話熱火的進攻體系 當以上兩種策略都無法正常發揮時 熱火隊的勝算也不會太大 但比起一面對人強戰術就束手無策的公路隊來說 顯然是略勝一籌 回歸主題在持球單打方面相較於熱火的Jimmy Butler和Gorand Dragic 公路隊也同時擁有字母哥和Middleton 做出這樣的比較並不是要討論哪個雙人組比較強 而是要強調兩隊之間的差別始終在於外線和戰術上的運用 關於這點又可以分為兩個部分 持球啟動DHO的球員和以他為中心的射手群 在DHO方面公路可以由字母哥代替BAM的位置 我知道馬上會有人出來吐槽 關於他的傳球能力和籃球IQ的問題 但我想說的是再怎麼樣他也是連續兩年的MVP外加最佳防守球員 進攻時不論是持球的突破爆發力或升高 甚至連他令人勾兵的外線對比BAM都略勝一籌 更重要的是從數據上來看他的助攻也絲毫不比BAM來得差 因此只要教練願意做出改變 我相信以字母哥的能力一定能升任遞手傳球的角色 在射手考量上即使公路無法找到像Duncan Robinson跑位那麼刁鑽的球員 但至少在Catch and Shoe的補強上 操作起來的困難度也會比較以Bletzel或是尋找第三巨頭要來的時機許多 以今年的自由球員市場來看 頂級的射手有Joe Harris、Davis Bertans 便宜的像Bryn Forbes或是Langston Galloway等球員也可做參考 在防守方面,不論是成退防守或是換防 公路隊都始終擺脫不了Broke Lopez或是Marvin Williams被針對打點的問題 前者離不開禁區,後者則是離開或不離開結果都一樣 關於這點,其實公路隊可以參考熱火的區域防守 把Lopez安排在籃下 既能保留他主攻的實力,同時也能避免被針對的問題 如果以字母各位中鋒打小球 公路也可以把防守較差的球員像是Cover或是Hill安排在側翼兩邊 改善因為換防而造成的錯位 之所以做出這樣的建議 是因為熱火的防守體系同樣是以沉退防守為主 區域和換防為輔 除非公路的高層有意願在陣容上做出大幅調整 否則以目前球隊的陣容來看,我實在想不出其他更好的辦法 以上所有推測和建議都是建立在字母哥將繼續披上公路戰袍的情況下 至於如果他離開,公路隊將會有多少薪資空間 我想還是交給專家討論就好